开始吧 你好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裴方玲 裴方玲 对 OK 你多大 我22岁 22岁 哪里人 我是海防人 海防 对 OK 在哪个大学读书 我在商业大学读书的 商业大学 学中文多长时间了 我学了大概是三年吧 三年 那你现在还在读书还是已经毕业了 我现在还是在读书呢 OK 再读 那你今天过来是想学习还是想找工作 我今天来这就是想找一个工作 找工作 OK 那你这样你可以用中文自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是很简单的 可以开始吧 你好 我叫方玲 今年我22岁 是商业大学的大师 我应聘这个工作是因为想找一个工作就可以提高我自己 还有那个 嗯 就是提高 嗯 可以是 叫 提高交接的技能 还有软 技能 交流的技能 对 嗯 还有什么 嗯 就是可以 嗯 发展我自己 因为我 我 我 我学了中文 所以想找一个关于中文 关于中文的工作 嗯 那你中文学了三年 你是自学的还是在大学学的 我是在大学学的 在大学学的 嗯 那你们的老师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哦 我们 都都有了 就是 大多数是越南老师 呃 叫我们 但是还有那个一个 呃 外国人 好 叫我们 OK 那 你想发展自己将来呢 做什么工作呢 呃 我定下就是 做那个 物流 物流方面的 对 OK 这个很好 因为你首先呢 讲清楚了将来想要发展的方向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来提高自己 学习关于呢 物流方面的中文专业知识 啊 这个很好 你的目的很清楚明确 嗯 那你以前工作过吗 呃 我以前工作过了 但是没还还还没关于中文 中文 嗯 以前工作过 有经验但是与中文无关 对 OK 那以前做什么工作呢 呃 我以前是 促销的 就是促销 对 就是卖假发 哦 兼职是全职 呃 兼职的 兼职 那以前你工作的话是怎么计算工资的 呃 就是你 是你你给的还是以前的公司 以前的 以前是 三十 是三万元软顿 嗯 一个小时 OK 你每天可以工作几个小时 呃 每天我可以上班大概是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 那你做促销有没有奖励 奖金呢 这是什么 点这种 哦 正 好像没有 没有是吗 没有的 OK 没有 那你现在 也是想找一份兼职 对 那你心中想要的薪水是多少 嗯 嗯 我 实话 我想那个 三十 三十五 三十五线 三十五K 对吗 哦 OK 三十五K 嗯 那 你所能上班的时间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一周你有几天可以上班 可以上班的时间是上午 下午还是晚上 嗯 我可以就是就是灵活的 因为我还在上班 嗯 星期星期一还有那个星期六我要上班 妈妈 我要我要上课 星期一和星期六要上课对吗 就是我早上 嗯 早上那个 要上班 要上课所以 早上上课 嗯 那你所能上班的时间 你自己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我记录一下 好 然后除了你上课的时间 然后你的空闲时间 我来安排你好不好 好 嗯 那星期一和星期六上午需要上课 可以 那就是下午你就可以上班 对吗 对 是不是 对的 OK 下午星期一星期六下午 可以上班 还有星期 嗯 星期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呢 星期五这些时间呢 嗯 对那个时间我有空的 就是上午下午都可以对吗 对 OK 一周星期一和星期六 除了上午 要上课 然后下午时间包括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全天都可以上班对吗 对 好的 很好 好的 嗯 嗯 那你是哪里人呢 嗯 我是海防人 海防人 OK 刚刚忘了 嗯 好你把电话留一下 对这里写一下 好 所以我晚一点让这个人事部门呢通知你给你安排上班的时间好吗 好 嗯 还有名字 对名字写一下 写越南的名字就好了 这样他们很好 容易记 嗯 好了 那非常 欢迎你 嗯 我们这里呢主要就是给大学生嗯 提供一个兼职的职业岗位 我们有很多很多工作机会啊 好 欢迎你呢走进我们的公司好 嗯 那今天就面试到这里 然后晚一点我让这个人事部门呢通知你 好 明天来上班好吗 好 嗯 好 那你回去吧 谢谢 好拜拜 好 好